春节虽过年味不减 被称为岛城新春第一节的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 今天热闹开场 我现在是在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的现场 那一年一度的萝卜元宵糖球会 从今天开始就开幕了 现在才是第一天 我们看到这里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会上的主角自然是红红火火的糖球 这种叫雪底红的糖球 做起来潇洒飘逸 让人忍不住都想试试 在菜籠的技术上 在那做一些花样像橘子了 能传的小水果 能裹的小水果 都能做糖球 那么把它传起来呢 这个家庭团圆 广和糖球生活甜蜜 除了让人眼馋的糖球 另一个主角就是大萝卜 据组织方介绍 今年共准备了三百多吨的围方萝卜 这边萝卜卖得欢 那边萝卜雕刻大赛也叫得响 这件作品是一人花了两天的时间做出来的 这次头部得用这个雕刻刀 一点一点的抠的棱角 三杨开菜 希望各位朋友在洋年里 万事如意 洋年大一 糖球会上还有最具民苏特色的 其风鲁运民间工艺展示活动 27个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让游客既品尝美食 还能了解民俗文化 据了解 本届糖球会将持续到 3月8号的农历正月18 届育 第一 感谢观看